我們召開這個記者會 卡在族走投無路 新市長幫幫忙 我們先演一個行動劇來表達一個卡在族面對這些債務 他會走投無路 抓到怎麼辦 還錢 還錢 他欠我錢 開除 開除 我們整理的這些新聞 這些都是三年來 從三年來自殺的新聞 我們都有記載什麼日期 在什麼地方 他們一個人或者是全家或者是部分的家人 自殺 我們整理的這三年 2012 2013 2014 總共有19個自殺 為了債務而自殺的案例 那麼我們知道也許有很多沒有報導到的黑數 那我們其實覺得不需要用生命來還這債務 我們這幾年的研究在 在特別是負債 各種負債條件 比如說房貸 信貸 朋友的貸款跟卡債 裡面有一項債務會集聚的 在短時間內加速身體跟心理的健康情況的惡化 那就是卡債 我們從中醫院的數據裡面也調查出來 發現卡債 他會讓債務人在很短的時間內 他可能就罹患憂鬱症 然後他的身體變得非常不好 那這個情況就會造成下一個階段的變化 也就是階級滑落的情況 他會的收入會變得更不好 他的社經地位會更差 然後他的社會網路會崩離 也就是失去親朋好友的支持 那在以前在97年之前 我們沒有消費者債務清場條例的支持 那這些債務人無處可逃 他會地下化 變成隱形的人口 可是在這之後 我們有一個消債條例 我們得到一個制度性的支持 我們法律支持人是可以破產的 法律支持人是可以重新得到機會的 可是我們發現 這今年我們的調查裡面 還是有三四成 也就是說至少有幾十萬的債務人 他不知道法律是支持 支持人可以有得到重申的機會 那我們也呼籲 那個新的縣市政府 新的縣市首長 還有新的各社工單位 可以去讓債務人站出來 透過消費者清場條例 他可以得到重申 經過更生或清算的制度 可以得到重申的提供 我們昨天接到一個新聞 我們沒有在新聞稿裡面寫 一個新聞是 金管會銀行局的科長 金管會銀行局的科長 因為他的弟弟的關係 而讓這個科長負債 這個銀行局的科長 至上 銀行局是負責督導銀行 他其實對這個銀行應該是清楚的 那麼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這些官員應該是高薪 應該是更多的資訊資源才對 可是讓他面對因為他弟弟被倒 而他這個銀行局的科長 就是他 我們真的很遺憾 所以我們今天開這記者會 是希望在去年11月29 選出來新市長 新縣長能夠幫幫忙 要跟大家報告就是 這個禮拜一的晚上 我們去見台北市長 柯市長 柯P 那麼柯P答應的四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因為大家知道 這些塔在主為什麼會 沒有辦法 覺得沒有希望 是因為他不知道 債務是可以解決 所以我們希望 各縣市市長 能夠像柯P一樣 透過各種的管道 譬如說公車 捷運 或者各種耐 或者各種的可能性 去讓 製造 讓債務人 知道債務是可以解決的 那另外能夠 對於 會接觸弱視者的社工 假如針對卡在的教育訓練 也希望能夠 舉辦說明會 法律諮詢 卡在的法律諮詢 讓這些人 能夠有機會了解法律 與其他就比較不會覺得 沒有路可以走 民國九十一年開始 因為我哥哥本身負債 可是他想要跟朋友合資做生意 那因為我是公交 所以我哥跟他親我 用我的名義去替他接好 那在民國九十四年的時候 我哥哥的合夥人捐款逃走 那所有的債務呢 就由我一肩扛起來 在九十六年的時候 我哥哥想到大陸去 重新再發展 可是在民國九十九年的一天晚上 我們接到一通電話 警政署打來跟我們講說 我哥哥在大陸自殺 那剛好這個電話來的時候 是我接到 不是我的父母接到 那我趕快翻手去到大陸去 把我哥哥的搭去 把他的骨灰引回來 我寧願 我寧願他活著 我也不希望 我是這種結局去把他接回 那在這個時候 銀行開始對我不停的吹債 打到我的學校 跟我所有各處室的主任 我所有的校長 我全校所有的同仁 講說我負債不欠債 到最後學校受不了騷擾 把我解聘了 解聘隔天 我接到銀行打來的電話 那銀行還跟我講 學校這樣子的處置是對的 可是那是我賣以為神的一份工作 那我當時真的當下失控 我跟那個討戰者講 我會帶著我兩個小孩子 到你們公司門口去自焚 我要自焚之前我會寫學書 來控訴你對我的福利 我是欠錢 我不是欠你的命 我是負債沒有錯 但是我不是欠你的命 我的小孩子有權力長大 而不是以他你來跟我講 我沒有資格養小孩 要讓我的小孩子 要由政府來替我養我的小孩子 要我把我的小孩子出養 你沒有資格 你沒有權利來逼走我們的命 律師所講的就是 其實法律上是有路的 不管是更生或清算 依照交代條例是有機會 可是問題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在不久的 某一個禮拜六 我們面對180個卡債組的一個說明會 竟然有將近四成 他們不知道有這個制度 一直到那次的說明會 他們也不知道政府有法律不足經驗 在一定的經濟條件底下 是可以幫他們也會找律師 完全不清楚 有四成 所以因此資訊的公開是非常重要的